这是Adam,他饱受痛风之苦 尝试悠扰,他在治疗痛风中有助于防止尿酸晶体 悠扰,尿液减化剂,有效缓解痛风 你好,欢迎收看KinneyTV快报 联邦法院今天做出标志性裁决 让律师聂伊林母女成功挑战吉兰丹州伊斯兰刑事法的16项条文 以联邦首席大法官东郭麦文为首的主司 今天以8比1的票数裁定16条单州一刑法违反联邦宪法 这16项条文包括破坏宗教场所、刚教、奸施、人受性交、性骚扰、罪酒、违反伊斯兰法的交易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另外两条一刑法 如将孩子交给非穆斯林或道德败坏的穆斯林和破坏和平的言辞并没有被推翻 无论如何东郭麦文强调,这个案件并不是在挑战伊斯兰或伊刑法体制 而是质疑丹州一刑法当中的这18项条文是否违反宪法 东郭麦文也强调,国会和州议会的权利受联邦宪法约束 他们不能够随意立法 而吉兰丹州议会越过了联邦宪法所赋予的权利 叶伊林和女儿亚斯敏随后召开记者会说 希望今天的标志性裁决能够促使吉兰丹州议会在立法时更加谨慎 太 puts那 semi上和了论事实 Mississippi 也对仁 Similarly,我们在全部得他在武裟前 中的外国氛拜仅就是 所以我不交出来这个人就不知道证据我 还有关于全裂的知识 安华在马六甲演讲时强调 政府没有插手联邦法院的这项裁决 他批评国盟借机炒作 捏造当今政府反伊斯兰的形象 under undang-undang negeri Kelantan yang caba orang Kelantan kebetulan ahli muafakat nasional dia caba di mahkamah persekutuan mahkamah persekutuan bukan kabinet bukan Perdana Menteri dan nak tanya sama ada undang-undang itu ikut sah dari segi proses atau tidak dan mahkamah mutuskan 在比较力量和过程中的不正确 什么被做到最初的国家 他们不担心 这在他们的时间 这在2020年和2021年 没有担心 现在就被担心 成为一个政治 联邦法院宣读判此期间 将近一千名一党支持者 在不成司法公外起到 支持吉兰丹州政府 法院宣判丹州政府败诉后 一党总秘书打击友丁 以黑色星期五来形容联邦法院的判决 他还表示 联邦法院的裁决将危及其他州属的伊斯兰刑事法 我们很心疼的地区 This is a Black Friday Jumaat yang hitam Kepada syariah Islam Kepada undang-undang syariah Islam Itu yang boleh kita gambarkan Dan saya sebagai peguam kita tahulah Bahawa bila satu undang-undang Jenayah syariah di satu negeri dibatalkan Bermakna undang-undang jenayah syariah Islam Di negeri-negeri lain 14 buah negeri lain Di dalam keadaan yang amat- đang d setstein Tata-tata yung-ang-uk-adv 他也透露,州政府已经成立委员会来研究这项裁决 事情不会就此结束,但州政府会决定下一步行动 另外,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长莫哈莫纳因则呼吁各方保持冷静 不要做任何挑衅行为 他表示,这次判决不影响国内伊斯兰法庭的地位 他也已经指示大马伊斯兰发展局和大马伊斯兰司法局 立即取得联邦法院的书面判死以进一步研究 南北大道上星期六发生严重车祸和堵塞 但网民发现,部长关车尾随着救护车避开拥堵 把救护车当作开路工具 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后,尼克敏在面子书承认 涉及的部长就是他 他当时正赶着去移报出席官方活动 尼克敏表示,他的司机发现救护车跟在他们后方后 就让路给了救护车 但道路堵塞,救护车走后 他的司机被迫尾随这辆救护车 以便寻找空间继续前往移报 尼克敏强调,自己无意违反法律 并已经指示官员配合调查 如果司机犯错,则准备为司机缴付罚款 反台会主席阿展巴基昨天公开质疑前财长达因 还有没申报的资产 引来达因的律师谴责 阿展巴基有妨碍司法审讯的嫌疑 达因律师拉杰审向当今大马表示 达因的案件还在法庭进行 阿展巴基的言论已经严重损害司法赋予达因的权利 律师强调,法庭还没有定罪 但反台会和各种消息都直接或间接地声称达因有罪 侵犯达因接受公平审讯的权利 早前,阿展巴基表示 他们可能会再传照达因问话 因为调查官最近怀疑 达因还有其他没有申报的资产 同样也是关于申报财产的课题 阿展巴基提醒马哈迪的两名儿子 如果不申报财产就会被提供 马哈迪的两名儿子米詹和莫扎尼随后表示 要整理43年的财产资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两人补充 反台会给予了他们30天的时间申报财产 两人在律师文件中表示 反台会要求他们提供1981年以后的资产清单 而那年是父亲马哈迪上台任相的年份 要整理资产信息 还需要和多方接洽 他们希望反台会谅解和耐心等待 并且在发言时有所克制 好的 感谢您的收看 更多的新闻资讯请留守KinneyTV中文频道的YouTube Facebook和Instagram 正逢农历新年 KinneyTV全体同仁也在此祝福大家 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农年行大运 每一个官员 国学校2 更多的新闻第1集 请留守KinneyTV 给市面也可以